謝謝盛言 數十名流亡海外遭受中共迫害的民營企業家 近日在加拿大溫哥華宣布 成立權益保障聯盟 揭露中共對他們的迫害 中國民營企業家權益保障聯盟 希望能幫助受迫害的企業家 在國際上幫他們發聲並依法追責中共 其全部的目的只是為了掠奪民營企業家的財產 並附帶著對民營企業家和民營企業家的家庭成員 甚至企業的所有工作人員實施人生的迫害 因為消滅資本主義是他們的初衷 企業家們希望在海外通過司法程序討回公道 我們將全力收集 揭入中國各級政府和司法機構及官員 對中國民營企業家迫害掠奪的證據 並堅決地把這些腐敗的官員送上法庭 以還我民營企業家的公道 中國當局以掃黑為名 把我和我的家族定型為所謂的黑社會 非法沒收了我們的全部財產 並通過各種圖寄 包括東用國際刑刑組織紅色動機率 非法關押了我的家人 幾十年來 中共對民企的不斷打壓 使民營經濟遭到重創 如近期的貴州女企業家馬一加一 向省政府討要工程款而被捕 但中共為了轉移矛盾 挑起了企業家與工人之間的矛盾 我們揭露中共的這些黑幕 也就是提醒國外的投資者 和我們還在國內的民營企業家 清醒不要受到邪惡的騙局 新潭記者初季溫哥華採訪報導 好